神识传授的事情 其实也是一件伤神之事 大家一般都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传授知识 也就是王小飞有着大量的宁神丹 否则还真是不敢这样去做 休息了一阵 王小飞就向着父母所住的地方走去 到了后山一处很是幽静的地方时 一眼就看到父亲正坐在一个蒲团之上修炼着 走了过去时 王小飞就看到这一处的小院真是不错 完全就是一个修炼的好地方 知道是张盘龙观照的结果 哥 你怎么来了 王彩霞这时从厨房出来 满脸惊喜地看向王小飞 你们怎么没有修炼 看看吧 他可是很勤奋的 这时陆香莲温讯出来笑道 还别说 看到了你们大战的情况之后 这死老头子就积极起来了 说是他也想到修针界去看看 王小飞知道他们三人的灵根都已是完美 修炼起来并不会太慢 就微微点头道 这里的各方面情况都不错 但我帮你们安置一座保护阵法 再弄一座聚灵阵 这样一来你们在这里修炼起来 才会更加的安全 说着话 王小飞就把自己早已炼制好的阵盘拿出来 在这里围绕着小院布起了阵法 布完了阵法 王小飞又把大量的丹药拿了出来 给他们道 这些丹药你们尽管用 相信有了这些丹药之后 你们能够提升到炼器十二层 说到这里 四处看了看 王小飞又把三个玉瓶悄悄递给他们道 小心收藏着 每一个玉瓶里面是四颗极品铸鸡单 足够你们铸鸡成功了 王彩霞吃惊道 怎么有那么多 王小飞笑道 别问了 记住了 谁都不能泄露出去 就你们自己用 泄露出去的话 后果严重 我们知道 你放心吧 王彩霞也是一个明白人 就用力地点了点头 看到家人在这里过得不错 王小飞干脆就搬到了这里居住 每天除了去教授一下炼丹弟子之外 就是在这里闭关修炼 自从上次在战场上强行突破之后 王小飞与那扎西鸣硬拼了一招 虽然劈开了对方的青铜顶 那反正之力还是伤到了王小飞 在那一战之后 王小飞的修为也是从炼器十层降了一些 如果是一般的人 这种因为突破之后 硬拼造成的修为下跌是很麻烦的 可能从此就无法再有上升的一天 可是对于王小飞来说 并不成问题 一滴神液下去 那出现的裂痕早已得到了修复 这几天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不停地吞服丹药 把那损失的蒸汽补回来 随着大量的丹药下去 真是一天天地增长 今天随着一颗寒灵丹的服下 王小飞就自然而然地感受到自己的修为 重新站到了炼器十层的位置上 本来就已是突破过 现在再次回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王小飞倒也并没有急着起来 仍然盘坐在那里修炼着 看看道远又增长到了四个意识 王小飞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有了那么多的道远 自己的提升是百分之百的事情了 想到这里 王小飞就在想 是否也帮自己的父母他们 再提升一下的事 想了一下 王小飞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 单灵根也是一种快速修炼的灵根 这多灵根的事情还是别做了 多灵根自己也并不知道 还有多少复杂的事情 自己独自一人玩这种复杂灵根就行了 想好了这事 王小飞就把这件事情放到了一边 是到了修炼公爵的时候了 王小飞以前一直都认为 自己关键的是提升修为 并没有在技能上重视 现在通过了几次打斗之后 王小飞也感受到了技能的重要 就在王小飞的神时 向着传承得到的那些公爵看去时 王小飞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吃惊之情 奇怪了 这时 王小飞竟然发现自己的脑欲 出现了一方天地 里面有着大量的蓝色能量 这蓝色的能量 王小飞也是知道的 不外就是神石的能量而已 是随着真气的聚集而化成的能量 以前并不是太多 现在倒也多了许多 蓝色神石能量的生成 并不是王小飞吃惊的东西 最让她吃惊的是 在这蓝色能量的中间 竟然有着一本金色的大书 仙 一个大大的仙字就在那金色的书上 一眼看去时 那个仙字散发出道道金光 一种强大的气势从那本书上散发出来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王小飞刚刚有了这样的疑惑时 一道意识竟然从那本金色的书上飘浮而来 过了一阵 王小飞的心中 那震撼之情 久久无法平静 原来是这样啊 得到了那意识之后 王小飞才知道 自己得到的传承 其实仅仅只是一点皮毛而已 以前王小飞知道自己得到了远古的传承 那个传承中有着托凡诀和生仙诀两个层次 生仙诀是打不开的 托凡诀却是能打开的 它是按照着那托凡诀上得到的公诀在修炼 现在才知道情况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从得到的意识之道 在成仙的路上 直到飞升都是凡胎 都是一个托凡的过程 只有到了飞升之后 才算是仙体 有了生仙的资格 并不是谁都能够称之为仙 仙的路还有很长 现在这传承中的生仙诀 除非是到了飞升的时候 才能够打开看到的 所以对于王小飞来说 托凡诀其实才是他能够修炼的公诀 可是托凡诀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得到 以前传承中的那些公诀只是一些皮毛的东西 并不是真正的托凡诀 只有修为到了炼气十层 达到了基本预见能力之后 这真正的托凡诀才会向其开放 托凡诀第一层 现在开放的是第一层的内容 这第一层的公诀可以修炼到助击期 然后到了助击期才开放第二层的公诀内容 也就是说传承并不是一般的传承 如果自己无法修炼上去 这个传承就会从自己的脑域离开 然后附在自己的某件物品上传承给别人 原来还有这样的传承啊 王小飞真的有些无语了 从这透露出来的内容可以知道 从远古到现在也并不是没有人得到传承 可是无一例外的 这种传承随着那得到的传承之人死去 他也自动寻找着下一个的传承者 搞了半天 传承中的那么多内容都是一些垃圾的东西 什么针酒 药酒都是凡俗界用得上的内容 就算是炼丹的内容也只是冰山一角 王小飞坐在这里看着那本金色的大书 得到的意识也在头脑中融入 从现在开始自己才算是走上了修仙之路 以前只是一种试炼的过程 好在自己通过努力已是进入到了炼气十层了 这时王小飞得到的传承内容中 各方面的内容都得到了一些升级 原来炼制飞剑还有这样的方法 炼气同样也有新的方法呀 把托凡爵第一层的公爵认真的研究了一阵之后 王小飞换成了这种运转方式 运转了起来 这一改换公爵之后 王小飞就发现真的非常强大 蒸气的生成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现在一个时辰的修炼 足以超过一千两天的修炼速度 蒸气在丹田里面进一步地得到了淬炼 就在公爵运转时 那得到了的传承之中 又有了一段内容浮现出来 混沌爵一层公爵 浮现出来的竟然是一种称之为混沌爵的公爵 这种公爵是一种炼体的公爵 同样也是与托凡爵一道提升的公爵 如果能够把炼体爵炼成 同阶可达到无敌 看到这里 王小飞心中就明白了 自己的这种灵根 很可能才是引出这套公爵的原因所在